3月29日北京时间,据国外媒体报道,美国知名男主播Bobby A.Bag的父亲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去世,小年81岁,Bobby A.Bag本人发言宣布了这一消息, 同时Bobby A.Bag在父亲去世后受访时更是直言,我们已经很念想他了,北京时间3月29日,Bobby A.Bag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文表示,自己的父亲在早上去世了,并且直言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、最善良、最机智的人,自己很爱父亲,会很念想父亲的等等。 同时Bobby A.Bag也是晒出自己与父亲早年与自己的合影,这片中Bobby A.Bag还是一个小婴儿,父亲搂着他开心大笑,画面极为幸福。 不少网友对Bobby A.Bag可能不太了解,他是美国知名的男主播,主要是主持体育类的节目,并且昨天他还是美。 国盖蓝球运动员,向利古奥克兰入侵者,新奥尔良生徒对等,还有着加龙号的称号,而后在不打盖蓝球后,就成为了一名主播,也是深受不少听众的喜爱。 此外,据国外媒体报道,Bobby A.Bag发文透露父亲去世是在今日早上,实际上就在其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。 Bobby A.Bag还在广播节目中谈起了父亲,并透露父亲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,当时他还称自己的父亲在一生中克服过心脏病与结肠癌,并表示现在是一个艰难时刻,只需要听医生和专业人士的话就行了。 Bobby A.Bag当时的话也是不难感受到,他相信自己的父亲能够战胜病毒,然而就在其透露父亲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后没几个小时,他的父亲就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,前后事情发生的这么快,也是令人唏嘘。 此外,除了发文工不去世的消息之外,Bobby A.Bag也是接受了媒体采访,采访中Bobby A.Bag表示父亲就是自己加入NFL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原因,表示父亲热爱足球,热爱新奥二良生徒对。 在父亲心中没有什么是比他的孩子、孙子、虫孙子更重要的了,我们已经很想念他了。 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,有很多人如Bobby A.Bag一样失去了亲人,在此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节哀,希望这场疫情能够尽快散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